第在加州 今天是11月23日星期三 明天是感恩节 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今年这个在通货膨胀下的感恩节 让加州人更加珍惜当下感恩神 面对通货膨胀与流感的双重冲击 美国人今年的感恩节开销增加了 但这并不影响民众过节的热情 在忙着准备与家人相聚之宜 很多人也心怀感恩 感恩在神的庇护下走过动担的一年 研习了400多年的感恩节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感恩节是为了感谢上天赐予的好收成 神的恩赐 也可以让家人团聚 互相分享一年中值得感恩的事情 这项传统延细至今 美国农产局联合会调查 今年全美一顿10个人的感恩节大餐 平均成本比2021年上涨了20% 在加州民众卢比梅萨说 他们 家人今年会在南加州相聚 虽然旅行和食材等一切花销都更大了 但与家人相聚的时光更为重要 他说 感恩节是他最喜欢的节日 这是感恩神的特殊日子 他说 其实每天都应该感谢神赋予我们的一切 即使生活中也有不如意 但家人们都健健康康的 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幸运 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心声 珍惜丹夏 感恩神 下面我们来关注 加州感恩节期间有600万人驾车出行 行警提醒 贩慢车速 随着感恩节的到来 很多人已经收拾行李 准备在感恩节和家人朋友团聚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 今年全国范围内的出行人数将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加州将有近90万人乘飞机旅行 600万人驾车出行 随着更多人将在这期间驾车外出 美国汽车协会官员补充道 感恩节期间 马路上最拥堵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8点之间 感恩节单天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 加州公路巡警金门部的安德鲁巴克利建议 出行前最好列出计划 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 要贩慢车速 他表示很多时候 在假日期间看到的一些最严重的车祸 一般都是因为人们充满造成的 公路巡警还提示 他们将在本周晚些时候 加强在高速公路上的执法 以打击超速和醉酒驾驶